大家好,我是宇球叔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很多同学都强调双打要多杀直线而少杀斜线呢 其实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尽量不要在靠近本区边线的时候选择错区杀斜线 这是因为同测场区杀直线球的速度更快 这让对方接杀的时间就更短了 他就更加难防守 如果你采取边路杀斜线球的话 这种球飞行时间比直线更长 对方反应时间增加也就更容易接到 甚至对方还能打出高质量的回球 而你采取杀直线的话 对方更容易回直线球 这是因为对于业余球员来说 回斜线要比回直线球难得多 一旦对方回直线就有机会被前面的搭档给拍死抓死 这样就有利于前后形成直线连贯的进攻 就算对方能回到斜线空单给你 因为斜线球飞行时间较长 你也有时间跑过去接球 反之你选择杀斜线的话 那对手会直线往前给你 这种球比斜线来得更快 对于前场搭档来说就更难接 同样你在后场杀斜线球 若对方顶你一个后场直线球 你就要跑非常多的路去球场 另一端接这个球 那么你们的优势就有可能送给对方 甚至直接丢分 所以说在进攻中 特别是在靠近边线时 尽量不要选择错去杀斜线 因为这种多半是比较被动的大斜线球 但若你在后场偏中路进攻 杀斜线球的话 这不会出现被对方回大角度空当的被动局面 这是因为对方无论从哪一边回球给你 你的跑动距离都不会像你在边线这么大 当然你一定要选择杀这种大斜线的话 那么最好是在你的正手区去杀球 因为正手区比反手区更好跑位 也更好发力 这些要点希望大家在实战中多尝试 才能真正体会到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宇宙书